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仍坚守信仰极原则 呼声上阵无据 枪林弹雨和凶残日军 誓死拯救 即使一息尚存的战友 数以百计的同胞 在敌人的土地上伤亡惨重 他一人冲入枪林弹雨 不停地祈祷 祈求以自己的民国之力 尽在救一人 75名受伤战友 最终被奇迹般地运送至安全之地 得以生还 这部影片全部是在澳洲取景 导演为了真实在线惨绝人寰 失衡遍野的战场画面 据悉 是将澳大利亚 悉尼西南部郊区 一个叫部伦格里的农场扎毁 打造成当志领的顶端 成功开出了几万平米的 浴血战地场景 影片导演坚持诚实拍 完成拍摄 所有戏份 均采用实景拍摄 没有使用任何的3D技术 进行合成 其中火烧鬼子的戏份 是采用特殊的火 直接喷烧真人 让影片重新离开了 大量的绿背景 CGI特效技术 扎扎实实地拍到每一个爆炸 每一条血管被割掉后的膨胀 也真实还原了 冲绳战役的宏大奇景 和点滴细节 呼啸而过的子弹声 震耳欲容的爆炸声 胶鼓上横尸遍野 以最接近真实的手法 展现二战的人间面语 导演为了营造亲情 爱情 友情 又要凸显道斯信仰的坚定 不免耗费了过多的时间 使官赶上稍显冗长 但随着战争的来临 透过登陆冲绳时 看着败战下来的残军 到直面战争的作战 剧情也开始发力 步步为营地 将战争的残酷无情 以极佳的渲染 第一仗就是 猎狱一般的钢锯岭 美军登上并占据此地六次 但随后又被打下来六次 幸存者都形容 日本士兵为野兽 恶魔 当不禁令人质疑于一个 并非刀枪不入的血肉之躯 如何穿梭 自如于战场 挽救着一个又一个生命时 也许坚持信仰 真的会被上天眷顾 所以 枪林弹雨之中 道斯不仅奇迹般地 避开了死神的攻击 更奇迹般地救出了75个人 有战友也有敌人 生命在他这里是平等的 这个人物的表现 很像圣父附体 让我再救一个 再救一个 成为他自我的激励和行动力 翻开历史的真相 道斯所挽救的生命 甚远比影视中 爆出的数字还要更多 正是这种真实和导演 对于这一故事出色的还原 使影片所塑造的 并不再是和班主旋律化的美食英雄 意愿非仅止步于宗教的范畴 大家认为信仰能改变什么呢 即便在今日看来 源于宗教的信仰 其实尚远不能阻挡战争惨剧的发生 但当影片结尾处 在已然年迈真实的戴斯蒙德道斯身上 依然可以看到他对信仰的执念 让人感慨 或许信仰的力量 并不能照亮整个世界的阴暗 但其却能完成个体灵魂的升华 愿战争不起 和平永固 影片中的几场战斗 拍得不很漂亮 尤其是第一场 行影流水 惊心动魄 却又异常真实 看着分乱无章的场面 却又条理分明 随着战斗的进行 道斯在战友心中一点点改变 脱险之后 在阳光的折映下 冲洗身上血水的那一幕 以及最后担架 凌空推起的镜头 让这个人物更是自带光环 在这场战役中 道斯用自己的勇猛 和专业证明了自己 所以 是信仰 让他活了下来 也让他救活了更多人的生命 同时也因为这份信仰 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 对他肃然起敬 并恳求他的谅解 尊重他的信仰 最后 还是因为这份信仰 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让他们勇敢地再次血战钢锯领 并打赢了这场战役 这 便是信仰的力量 影片从头至尾 让我最难以忘记的 就是饰演道斯安德鲁 加菲尔德 那天使般的笑容 那么阳光 那么温暖 那么诚挚 从这足以融化 时间冰雪的微笑之中 你能感受到 道斯那颗善良纯真的内心 他就是想救死扶伤 就是想帮助别人 就是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情 这是多么平凡而伟大的愿望 从这一点讲 信仰确实可以让一个人变得美好与强大 任何信仰都值得尊重 好了 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 喜欢喵喵的 记得关注喵喵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点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